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讲另一个问题是血压 经常用量血压 见到医生也要认识 他认识为何呢 高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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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高又低 王先生 请教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血压高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大家听过未必很害怕 但我想带出个讯息 血压高如果处理得不好后果也很严重 我在医院里面甚至乎见到一些急性很严重的血压高 病人可以急性神衰竭或者急性心脏衰竭 有一部分病人甚至乎要永久洗身 所以都可以很大件事 其实血压高伴随着糖尿病两者都是新陳代謝综合症的 其中两样东西都有一些似的 你想想血压在身体高 压力就会影响到血管壁 引致血管壁受到破坏收窄 全身都有血管 跟糖尿病影响血管一样 所以全身的地方 眼底 心脏 肾全部都可以影响 但大家又不用太担心 因为多数血压高都不是我说的那麽严重的 但如果你忽略了一些血压高 例如轻微折中度 拖了十年 我也有很多病人是因此而引致慢性肾病 过多几年要洗肾也见过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麽是血压高 怎样诊断 其实最正常的血压 其实我们说是很严重的 上压是122下 下压是82下 但是这个真的很严重 我估计也超出了一点 其实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 我要大家记住两个数目 第一个数目就是 上压如果高过140 或者下压高过90 这已经是我们可以诊断 你真正是有血压高 你是需要去改变你的生活 饮食 运动 以及可能要考虑药物 好了 刚才你提到 去到诊所就能量到高 那是否立刻医生给你一粒药 是否这麽简单 我们不会这麽随便 我们首先要看看 这是否真的血压高 你见到医生要看报告 或者你去见供 心情是否很紧张 是吧 所以在门诊 在医院里面的血压 都有机会受过心情的紧张 而引致到他是很紧张 偏高 其实你回家是不高的 所以大部份有轻微血压偏高的病人 我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 叫他在家里添置一部血压计 整家人都可以用一下 在家里 我会叫他在不同的时段 心平气和 坐下15分钟再量一下 过一两个礼拜又来门诊见我 我不是只看门诊的血压 我看他家里的血压 倘若他家里的血压 是110多 下压70多 这个病人根本没有血压高 门诊又高 有一个现象 我们叫白袍血压高 就是经常形容病人 在家里很正常 没有压力之下 但一来到被人盯着 他就高 这些不用医治 只有G字就可以了 所以最重要的数据就是 我们如果在家里面 或者是反复持续地 上压超过140 下压超过90 我们就离定了是血压高